再來關心臺北市議員賴素如 昨天經過整天和法院的攻防之後 最後遭到了收押禁見 住進了臺北女子看守所 不過被押進了看守所的賴素如 心情呢似乎是平靜了不少 已經透過了律師表示 不排除再提出抗稿 交保不到兩天 賴素如跟陳紅道就被收押 30號晚上賴素如住進 臺北女子看守所4樓編號0224 和巴黎雙氏案嫌犯謝依涵 還有貪污的女檢察官陳玉珍當鄰居 賴素如在得知自己被裁定收押的時候 神色凝重 也表示會再提出抗告 檢荒者的理由就是說 要防止穿證就是只有拘押一圖 那很可惜法院也認為 要拘押才能夠防止穿證 事實上我們認為這件 根本沒有穿證的可能 也沒有也沒有穿證的必要 他是清白的沒有設案 我們辯護人也相信 他這部分是無罪的 由於賴素如的公辭和賈二慶 彭建民 陳紅道都不一樣 法官認為他們彼此間有利害關係 也沒有具體方案可以防止他們串供 因此裁定羈押 而且檢察官也提出了部分監聽的秘密資料 要求只能給何憶廷看 讓法官決定還有調查的必要 賴素如在法庭上堅稱 100萬元是政治獻金 也已經退回給彭建民 和彭建民也有多年交情 但法院還是裁定羈押 讓賴素如這兩天的心情 就像洗了三溫暖一樣 如今只能提出抗告 近待司法後續處理 油田TV綜合報導